大家好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 我们继续分析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观看今天的全球股指分析 今天最重要的数据面呢 是CPI数据 我们看到6月份计条的 未计条的CPI年率为3.1% 这是预测值 与上一个月的4% 有大幅的下降 表明数据又突变了 所以当然对于经济是一件好事 通常下来是好事 那么计条的月率是 环比增长0.3% 这是预测值 6月未计条核心的CPI年率 仍然很高 上个月的核心的CPI是5.3% 这次预测是5.0% 那么公布值还没有 关键的就是最后这一个核心CPI 那这个如果不能降到2% 表明后续加息的概率仍旧很高 包括维持长期的高利率的时代 仍将持续较长时间 所以我们这一波的加息周期比较长 巴菲特说五分钟就能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 马斯克点评 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最近对推特上一段12年前巴菲特的考古视频进行了回应 并指出了造成美国巨额债务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 过度支出 2011年7月 巴菲特在一次采访中戏称 他能够在五分钟内就解决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他说 我可以在五分钟内结束赤字 你只要通过一项法律 规定任何时候赤字超过GDP的3% 所有在任的国会议员都没有资格连任 是啊 现在你把激励用在了正确的地方 对吧 他接着说 所以这是可以做到的 而现在他们试图利用的激励是 我们要打爆你的脑袋 美国就你长期的债务价值而言 这是一种威胁 更有效的威胁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你们不能完成任务 我们就找其他人来完成 马斯克在转发这段视频的推文下 评论称 激励很重要 当前的制度激励过度之初 所以我们出现了过度之初 其实过度之初呢 还是权力的一种体现 就是说美国的权力过大 最终呢 遭到了反噬 这个世界的事物 确实都是动态均衡的 那么一段时期权力过大 就会导致这种情况 那么反过来呢 又会倒逼他降低 或者是缩减他的一个势力范围 好 莫头姐近一年来首次减持Coinbase 今年上涨于150% 在最近多次逢高减持特斯拉股票后 莫头姐又开始在她青睐的另一只股票上套现利润了 周二卖出了加密货币平台 Coinbase的部分股票 为近一年来的首次 莫头姐的旗舰基金 ARKK 周二卖出了135152股的Coinbase股票 按收盘价计算价值约1205万美元 这是莫头姐的基金自去年7月26号以来首次卖出该股 莫头姐的方舟投资管理公司是Coinbase的第四大股东 在6月份之前的近11个月里 她一直在股价下跌时买入该股 在美国监管机构打击 FTX崩溃以及一连串破产等问题 引发的加密市场波动期间 莫头姐的基金毫不动摇 继续增持Coinbase的股份 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提交的一份文件 增加了对美国可能批准比特币ETF的乐观情绪之后 Coinbase的股价周二上涨了9.8% 收于89.15美元 虽然莫头姐的基金仍是Coinbase的大股东 但此次减持可能向其他投资者发出信号 表明在今年该股大幅上涨后 可以套现一些利润了 Coinbase的股价今年迄今上涨了150%以上 加密货币的相关股票整体反弹是一致的 尽管其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诉讼 去年该股下跌了86% 好 那关于莫头姐减持呢 实际上呢 她是目前还处在回本的过程中啊 就是她整体基金的一个情况 那么她呢 这就属于冯高开始跑掉了 对吧 实际上呢 这个趋势还没有结束 她就开始跑了哈 所以这是典型的 叫解套思想啊 这个呢 不应该以 不应该出现在大部分人心里啊 可是啊 她客观上就是普遍存在于大部分人心里 特别存在于被深套的那些人的想法里 而我们呢 我们啊 不会被深套 同时呢 还要继续持仓啊 享有更多的利润啊 消息称 英伟达洽谈作为锚定投资者参与的ARM的IPO 据了解 盘盘情况的人士透露 软银旗下芯片设计公司ARM正在洽谈引入英伟达作为锚定投资者 目前该公司正在推进最早于9月在纽约上市的计划 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 英伟达去年被迫放弃了以660亿美元收购ARM的计划 因为该交易遭到监管机构的质疑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这家总部位于硅谷的芯片巨头是ARM现有的几家合作伙伴之一 包括英特尔 ARM希望他们在IPO阶段长期持股 潜在投资者仍在与ARM就其估值进行谈判 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称 英伟达希望价格将使它的总估值达到350到400亿美元之间 而ARM自己期望的估值接近800亿美元 在它即将在纽约IPO之际引入大型锚定投资者的目的 是在软银减持其股份之际帮助支撑该股 软银于2016年以240亿英镑 约合320亿美元收购了ARM 许多私营科技公司及其顾问都在密切关注 ARM能否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IPO低迷后 在2023年成功上市 在困难的IPO市场 获得少数锚定投资者的提前支持是一种流行的策略 可以确保需求并打消其他潜在投资者的疑虑 ARM和英伟达拒绝置评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谈判尚未结束 可能不会导致投资 ARM预计将成为自Reven以来 在美国上市的最有价值的公司 Reven于21年年底上市 初始市值为700亿美元 接近软银的人士表示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亲自参与了 为ARM寻找锚定投资者的工作 在IPO之前 孙正义一直专注于扩大 该芯片设计公司的收入 软银拒绝置评 当英伟达在20年9月份 首次宣布收购ARM的计划时 美国和欧洲的竞争监管机构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这笔交易可能会影响竞争对手 获得ARM的知识产权 并让英伟达获得竞争敏感信息 ARM的知识产权存在于绝大多数 智能手机和越来越多的汽车市场中 坏消息对于英伟达 坏消息是他无法收购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正当红 那么监管机构 包括欧洲和美国 甚至其他地区 都认为英伟达收购他 将带来垄断性的影响 那么好消息是 英伟达还有望成为其中的投资者之一 获取部分股权投资的利润收益 好我们来看一下盘前大盘的表现 按照我们多头的预期 假设当前仍旧是震荡行情 那不管这个震荡行情最终收于此 收于何处 目前我们的假设仍旧是多头还在 也就是顺势上涨的意思 因此对于空头的叮嘱 对于大空头的叮嘱 是不要贸然的进场 对于小空头 就好做一些日内交易得了 那对于我们多头的 最终的底线当然是这根长长的趋势线 那么后续呢 那如果它不跌的话 那也没办法 我们说美股的多头市场 美股的多头仍旧还是比空头更容易一些 对吧 这就是顺势预期 同时呢 我们要关注今天数据面对市场的影响 由于我们的核心通胀的预期仍旧在较高的位置 5%左右 距离我们的2%的目标仍旧相去甚远 差距较大 因此呢 后续市场的紧缩环境仍存 所以呢 对于多头来说 也是谨慎的 比超级牛市要谨慎一些 但是由于技术面仍旧是多头震荡上行的态势 我们也不敢说 后续就一定不会涨了 好吗 对于纳指来说 目前也是同样的状态 说后续会不会跌下来 也有可能 跌下来呢 你要想跌破这一地点 还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 对吧 震荡一下也是可能的 好 这是纳指 罗素呢 罗素符合我们的预期 就说 稍微在这里震荡之后 那么继续上行 同时呢 我们很多小盘股也在暴涨 一会儿呢 我们再跟进一下 对 再暴涨一波 完成下一波的利润空间 那么一旦打开空间 将向更高的位置迈进 就是说 咱们这 这一年以来吧 这个地点是六月份 二二年 去年的六月份 现在是七月份 一年多了吧 这一年多震荡 总该打开空间了吧 一旦打开空间 将不得了 我们的个股将起飞 大家一定要关注 近期我们小盘股的机会 而大盘股呢 反倒啊 有些停顿 好 罗素哈 这个道指呢 道指和 和我们的小盘股有点类似之处哈 但 它不像小盘股能长哈 为什么 因为它盘的大嘛 小盘股轻轻的就拉起来哈 这个图也有可能突破这个阻力区啊 那一旦突破 其实这是一个大型的头肩底架构 将走起来 对吧 废起来 当然先不要那么想啊 但是啊 有这种可能性啊 嗯 好 这就是美股大盘的表现 嗯 那么其实啊 全球的其他股市也有一些表现不错的啊 大家感兴趣可以成为会员 观看今天的视频 好 我们看一下热门的标的 Roku 呃 对于木头姐来说呢 呃 它卖掉一些仓位哈 比如说待会我们看Coin的时候 看呢 啊 先不看了哈 其实跟那个图类似啊 就说啊 我们啊 我们画的这个长线趋势线呢 是我们假设这个头肩底架构 还是要成功的概率会略高一点 虽然是事后我们看到确实多头较强 但是呢 也是在我们的基本假设范围内 我们说市场顶多就是在震荡 知道吗 后续我个人呢 还是倾向于上行啊 对吧 所以Roku呢 作为木头姐第二大的重餐股 不知道是第几大啊 反正就是重餐股 后续呢 有可能继续涨 因为过去这两个交易日啊 多头太强了 对吧 多头太强了 好吧 把这个局部的多头不断去掉 你看下跌反弹 二次底走起 同时没有破掉这根长长的上涨趋势线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继续看涨的概率会略高 一旦摆脱底部 它将 它怎么样 震荡上行啊 震荡上行 直勾勾的上行 我不希望木头姐现在老是卖掉啊 对吧 那这是多头的起点附近呢 是吧 你在起点附近卖 你在 刚才我们说过 她的心里是啥呢 套了这么久了啊 终于可以回一点本 这样她就开始卖了 可以理解啊 可以理解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啊 但我们仍旧应该认可 认为她是什么 她还是啊 这个交易的思路正好和节奏是相反的 她才会出现这种卖掉的这种行为 它跟我们那种做局部波段交易的思路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被套的心理在里面 而我们局部多头的思路是我们做了一波一波的在做 跟它又是不同的交易模式啊 那么后期呢 转成中线的模式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柔苦 所以木头姐给我们很多的分析啊 启发 好 我们看一下U U的图呢 我们昨天说过了 应该继续看涨 因为昨天的多头呢 再次确立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那这样的话 去挖掘下一波 等距离空间啊 是有可能的 至少空头嘛 想要砸下来 需要持续的搭阴线 阴线不够强啊 多头就反攻 继续涨 说再跌下来怎么办 也是有可能啊 注意这个市场 特别是个股 什么样的图 你都有可能遇到啊 所以我们要守好我们的止损点啊 我们只是说 现在我看这样的一个架构呢 更像是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架构 你看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拉升回落 那只有再拉升了 如果它是一个不断啊 这个创新低的过程 那就说明空头来了 那么现在是 你看这小低点在提高啊 而且有些K线是一种啊 就止跌K线的感觉 同时呢 有大阳线的确认 所以这样的话 倾向于上行啊 去做多啊 去做多 open open也在起飞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现在唯一关注的是 下一波比较重要的阻力区在哪 在这 在这个10倍的位置啊 如果我们是从1块钱开始的 那实际上涨到13块钱一代啊 那就是12倍啊 得一个利润啊 相对1块钱 但是你不可能完全超到这1块钱这附近 但是我们确实是在1块1 1块2 就这块吧 就这块超过底哈 对不对 大概我们在1块2到1块5之间吧 那么后续涨到十几块 10块钱还是有可能啊 现在已经涨到了4块多啊 涨了200%多了 那后续再涨 由于你的基数小嘛 所以你的利润就更大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震震 对 震一下 就震一下 我们的趋势项 也可以给它稍微宽松一点 都是可以理解的 好吗 因为空头没有强势入场啊 空头没有强势入场 所以只能顺势 好 这是他 我们看一下小鹏汽车 小鹏汽车终于摆脱了这个底部空间 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做多啊 继续做多 但是啊 你要追高的话 又有点问题 马上就遇到这个阻力区了啊 怎么办 对吧 所以也可以不做 但是啊 这个当前的态势是多头 我们之前在有一期节目中 分析了这个底部 需要被突破上去 你看 他就突了 虽然是现在事后看啊 不过不要紧 可以不做 不做的话就是不转嘛 做的话就是小亏损嘛 就是趋势项要带好 有没有可能长就有 阻力区可以往上画 好 这是小鹏 我们看一下ostk 嗯 这个图呢 也之前是网友让分析啊 你看 现在是震荡上行的态势 大家还记得吧 那我相信问我那个图这个人 他肯定知道啊 我们就不断的画一些阻力区 不要太过精确啊 这因为都有毛次 所以这样的话 第一个指引位呢 有可能是这 35一代 34到35这一代啊 下一个就到50一代了 对吧 一步一步往上砍 现在是多头吗 是啊 为什么不是呢 我们应该还是应该以长线 这个趋势线为主 QS呢 直勾勾的停不下来啊 上行 对吧 终于又等到了新的一个直勾勾 如果这个直勾要上行 那长到哪啊 那你说呢 200%不夸张啊 可以实践吧 概率上还是有的哈 所以多头面 他历史上也有直勾勾的行情啊 直勾下跌直勾上涨 他也可以等到一些洗盘架构终结的时候 他可以继续直勾勾的上行啊 当然到这个大底的这个景线为止 有可能会洗个盘啊 所以后续呢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行吧 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这个市场 有时候特别着急 着急没用啊 然后涨起来的时候 又特别害怕 怕追高被砸下来 你看 你看 这些问题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继续涨 他还没有测到这个高点 因此涨势还在啊 继续看涨 涨起来 飞起来 我们看一下 fastly啊 fastly我们调整为多头啊 继续看涨 这个底部架构 也就是这是整体的右肩 我们如果仔细看 这个复杂的这个行情 整体算一个左肩吧 这是个头肩 走 飞起 起飞 好吧 他这又是个局部的小头肩底 你看 左肩 左肩 右肩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不断在创更高的 更高的低点嘛 是吧 这又洗了个盘嘛 走起来 飞起来 头肩底 走到缺口这 一步看一步啊 不要向太远 我们看一下fobo 比如说fobo也飞起来 是的啊 我们这个fobo呢 稍微跟大盘一起洗了个小盘哈 飞起来去测三块钱一袋 三块钱打打破的话就要破到五块钱一袋了 到五块钱 好吗 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延长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走一走 好 但是到三块钱一袋 大家注意进一步洗盘的可能性哈 下一步洗盘的可能性要在三元一袋 现在是两块六 我们看一下zoom zoom等啊等啊等 等了这么久 做多吗 做 朝底做多 是吧 是吧 磨解了这么久啊 仔细看一眼 看周线会清晰一点啊 磨解就是个横盘 对不对 本周前两天是打阳线啊 这样的话周线级别应该还是要做多 日间呢 嗯也是哈 就是在这儿无需震荡的一段时间 还得做多 对吧 这要是涨起来 先不要说500% 往下来一来 先到28%这 然后到这儿80%左右 对吧 走起来 莫德姐这个家仓的这个秃露怎么看 秃露感觉架构上 我们修正一下思路吧 修正一下思路 近期是窄幅震荡啊 这个洗盘呢 空头不愿意进场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只能给他 再给他一次多头的机会 多头做多 行吧 多头看一下 今天回落止跌的话 就继续做多 如果他再继续暴跌呢 也有可能 所以今天看一下回落能不能止跌 也行啊 微上去啊 这更像是一个止跌架构啊 因为他空头给了这么长时间 空头不深跌 所以我们看一下均线 均线也是一种多头的架构的感觉啊 止损可以放在62这样 做多 好 均线组有时候之后啊 不不看 如果 今天比较准啊 回落再止跌才能做多啊 你要看一眼 如果是深跌的话就不要做 明白了吧 深跌谈不起来就不能做啊 看一下波音 波音呢 还是整体震荡之后的一个看都啊 这他为什么横盘这么长 因为他要洗掉这一块啊 所以多头还在 继续做多 好吧 波音继续做多 小路呢 路西呢 这一波我们先看他突破上去 多头呢 可以继续持仓啊 做多 回上看 看到缺口这附近会不会给回落 呃 少婆呢 少婆怎么 这个线没了 那只能看这个线了 那这样的话还是多头啊 是吧 没有破位啊 会不会继续长 会啊 有可能 因为空头才是个横盘 他不是深跌 C呢 做多 头肩大底做多 行吧 嗯 呃 其他的 还得英伟达看看盘前吧 因为他 还是多头啊 没有破掉我们的位置 对吧 是个横盘的 继续看涨吧 那只能这样 说今天万一竖起面都是暴跌的 那 手法这个人横线行不行 手法这他作为减仓位就可以了 不跌就只能看涨 跌了就只能减仓 是吧 那跌了没 那看今天的情况吧 呃 特斯拉盘前 也是震荡哈 所以多头还在哈 我们说先 最多就是个洗个盘吧 横盘一下 这样的话还得看涨啊 其他的图 AMD AMD还在洗盘啊 还在洗盘 CCL呢 CCL 多头 多头还在 多头还在 好吧 军舰组还在 对吧 嗯 所以多头还主导行情啊 那么其他图咱们先不说了 总之很多图都是疯狂的飞起啊 所以多头们啊 我们布局了这么久 啊 其实已经涨了很 好几周了是吧 好 我们继续看涨吧 嗯 排后我们看一下今天博弈的情况啊 欢迎大家成为会员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